台湾桥界于7月30日上午10时,于昆士兰台湾中心为澳台友谊协会副会长陶瓷年土艺术家道格·堪博尔先生举行追思会,约200位台桥及澳洲人士出席,场面温馨感人。 喜爱陶土艺术的道格先生,20年前在一次聚会中,认识美农陶朱邦雄博士之后,开启了对台湾文化、台湾热情善良的民众,以及台湾良好的民主制度的进一步认识。 道格先生善良好意,曾经给予台湾移民很大的帮助,对于台湾在国际上受到不公平的对待,更是义愤全英, 极力奔走于澳洲民众与政府之间,为台湾争取公道,对台湾贡献良多。 中华民国外交部杨静天部长,特别于6月3日颁发外交之友贡献奖给这位台湾之友。 道格的夫人伊莲及儿孙出席了当天的追思会,对于台湾桥界的友谊及经济文化办事处的安排表示非常感谢。 澳洲原住民艾伯长老特别在追思会中致赠道格家人一把封闭铲, 抑制缩小各民族间的距离,并对道格致力于帮助台湾的精神给予肯定。 词际的手语表演,词辉妇女会演唱的台湾名曲《再会吧,我的爱》, 以及小烛光合唱团的《诗歌赞颂》,让追思会更显得隆重与肃穆。 新唐人记者尼尔森,澳大利亚布里斯本报道。 新唐人记者尼尔森,澳大利亚布里斯本报道。